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成宗婦婆周巧怡和他哥哥連環中招 有記者打電話問周庸 到底你現在的心情是怎樣 周庸就說 他看新聞就知道周巧怡的哥哥中招 而其實他和周巧怡的哥哥同樣入住了翠雅山房 記者就問他 你擔不擔心 周庸就說 沒有的 沒得擔心 不需要擔心 這些事上天自有安排 真是好一句 上天自有安排 所謂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若然未報 時辰未到 周庸聲一生人當中做過那麼多好人好事 一定會有相應的業報 享树真是要祝他好運才行 周巧怡的哥哥除了2月22日出席過婚宴以外 原來第二天在23日 曾經和合夥主席胡應湘 見面超過15分鐘 後來胡應湘自行去到醫院進行測試 結果是呈陰性的 合夥中心發出了通告給租戶 就說在56樓其中一名租戶的職員 即是周巧怡的哥哥 中了招 這一名人士最後到訪辦公室的日期 是2月23日 曾經短暫逗留 合夥中心會消毒所有公眾的地方和設施 包括升降機的大堂 升降機以及冷氣系統等等 周巧怡的哥哥除了跟這班人接觸以外 到底他的生活軌跡又是怎樣 原來他是馬會會員 經常出入跑馬地會所 根據馬會所說 他曾經在2月14日 去過跑馬地會所的打比酒吧 15日、20日和23日曾經去過會所的美食廣場 18日和21日 去過綠化廊咖啡室 馬會正在密切留意員工的健康 今天起就會關閉跑馬地會所 直至收到所有員工的檢查結果為止 馬會在防控工作方面做得相當謹慎 實在是沒得談 除了果斷地關閉這個跑馬地會所以外 還曾經果斷關閉全港的投注站 現在才作出局部短暫地開放 其中17間 而且六合彩又無限期停辦 這些措施 特區政府完全學不到 做事一味拖泥帶水 只懂得和民意作對 至於胡應商為何不需要被安排入住中心十四天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所說 他就不算是密切接觸者 而許樹昌專家就說 目前難以界定那些無徵狀者的密切接觸者 因為現時的相關數據較少 屬於灰色地帶 所以這些真是官自兩個口 到底哪些人屬於密切接觸 哪些人不是 原來是牽涉到主觀的判斷 之前已經有張竹君醫生和黃廣發專家同場開會 他們完全不需要被安排入住中心 現在胡應商當然更加不需要 至於這個標準能否服眾 交給大家自行判斷 接著想說說林鄭 昨天她出來見記者的時候 再次大言不慚 邏輯混亂 到底她說了什麼話呢 她就說自從2月8日開始 規定所有從內地底港的人 需要強制接受14天的檢疫以後 有九成多的人都安排在家中檢疫 部分人因為沒辦法在香港找到住址 獲政府安排去中心站住 她就承認 從內地底港的人 人數有上升的趨勢 這也是早前為什麼不可以完全不被人出入香港的原因 林鄭麻煩你不要在這裡禮橫折曲 之前市民一直提倡的所謂全面封關 她沒有封了機場口岸 林鄭 只是封了所有綠路口岸 怎麼會變成完全不被人出入香港 沒有人叫你封了機場 是不是 你可以照保留的 現在還在保留機場口岸已經變成了香港最多人出入的口岸 事實上市民要求你 要封了深圳灣口岸和港珠澳大橋 港珠澳大橋是有漏洞的 有些人說可以通過 港珠澳大橋坐金巴去到澳門 再通過拱北口岸入珠海 在珠海回到澳門的時候 由於不需要作出任何措施 所以她可以順利地 通過拱北口岸過關去到澳門 再去港珠澳大橋坐金巴 回來香港 她就完全不需要接受你這個所謂十四天的檢疫 這件事是有漏洞的 她只要在過關的時候報稱 她只是出入境澳門 那你就查不到 是不是有漏洞的這件事 你知道嗎 你查到嗎 不知所謂 有人在網上這樣說 你有沒有查過有沒有這些事件出現 離大譜 不斷在歪曲市民的訴求 之前又說全面封關 不只是封人流 還會封物流貨運 到時候封物流就不行了 因為大陸的貨就不會運到香港 實際上全香港從來沒有人提倡過封物流 什麼都是林鄭自己一個人作出來 現在還說 大陸底港的人數上升 正正就是為什麼不可以完全被人出入香港的原因 你講這些話是為了沒有邏輯的 現在別人要求封關就是要壓低出入境的數字 你還在說這些廢話 封起來就不會有人在口岸出入 但是也不影響香港人出入 你還有一個機場口岸 只要全香港保留一個口岸可以出入境 就已經不會違反基本法 已經不會出現你口中所說的 不可以完全被人出入香港 還有 前陣子就有市民上網舉報 說有一些從大陸入境的旅客 亂禁填補自己的個人資料 包括挪用了其他市民的電話號碼 於是 這個人輕就慘了 被那些衛生署的職員 不斷打電話給他 就問他在哪裏 問你是否張生 張太 這些完全是無厘頭的 你到底在過關關口的時候 當那些人填補這些個人資料 你有沒有作出很簡單的核實 你打電話給他打回給他 你不是傻的 結果那名市民就慘了 在14天內屢次遭到衛生署職員的滋擾 包括 打電話給他 以及發訊息給他 要求他提供他的住址 以及跟他作出視訊的通話 以確保他真的在家 這些完全是官僚主義的腐敗 你明知道那個電話號碼是假的 別人亦都跟你說了 說是留的 不要再騷擾他 你還繼續打電話給他 根本上你就不會找得到那個人 這些在放了連登那裏 到現在還未刪帖 可以上網找得回的 這些東西不是說謊的 那你特區政府何時去處理一下這些東西 原來當那個入境者 提供一些流料給你的時候 你是無計可施的 你是找不出來的 那有用嗎 那個人可能分分鐘就去了上班 你叫他在家14天 我真的不相信 如果他真的這麼自律 他需要給你一些假料 結果在那14天 根本上你就沒有辦法有效監察得到 這些人是不是在家 他分分鐘報個地址給你也是留的 好了 然後在14天之後更好笑 就發過信息給這個被挪用電話號碼的人 就跟他說 你好 你的14天強制檢疫期 會在今天午夜完結 多謝你的合作 合作什麼 人家根本從頭到尾 都不是那個人 而且在那14天之內 那個被挪用電話號碼的人就慘了 不斷收到你的WhatsApp訊息 就要求他分享地址 要求他視訊通話 你有沒有搞錯 別人已經跟你說了那個號碼是假的 是被人挪用的 被人亂填上去 你特區政府做的事情就是這麼久留 所以很難怪的 昨天 即是3月2日前日 通過深圳灣入境的人次 總共已經有2364人 又上升了 3月1日也只有1800多人 3月2日已經有2364人 這個數字只會有聲無減 因為你的措施原來是這麼久留的 人家還用什麼挾 所謂的突擊檢查也好 電話檢查也好 其實很大程度上 就要依賴那個入境人士是自律 提供一些真確無誤的訊息給你 才可以做得出 否則他給你留料理 根本上在14天之內 就逃之夭夭了 你又找不到他的 你又不知道他住在哪裡 或者真實的電話號碼 有什麼作用呢 林鄭還可以沾沾自喜 前陣子還出了一個鐵文 踩下別人其他國家 靠你這些措施 真是節省 全靠香港人夠自律 本來香港的意識夠高 不關你特區政府的事 你看你的措施 錯流百出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